有电影不心慌慌慌歌 话说女人收拾行李准备逃跑 两个蒙面壮汉破门而入 愣着女人一阵攻击 送女人上了西天 搭档隔壁老王得知女人被攻击 想出面营救女人 却遭到不明枪手埋伏 等隔壁老王解决枪手 女人已经彻底凉凉 隔壁老王只能帮女人 照顾幸存下的儿子小明 一转眼两年后 小明到了叛逆期 除了不学习啥事都干 大半夜不睡觉 在大街上喷涂鸦 还没事偷东西 隔壁老王一看小明还挺淘气 对他那儿一阵教育 正当隔壁老王培养小明时 韩国黑帮大哥找到小明 说自己是小明的亲生舅舅 还让小明拆了隔壁老王的家 这可忍怒了隔壁老王 找到黑帮大哥就是一顿胖揍 黑帮大哥只能认怂 带着被打残的小弟 和隔壁老王签了停战协议 但隔壁老王不知道的是 更大的麻烦将要出现 这天隔壁老王遇到 两个俄罗斯小伙抢劫 老王也是猛的一批 冲上去空手戒白刃 瞬间撂翻俄罗斯壮汉 另一个壮汉吓得沙子就跑 而等老王回到家 发现小明彻底消失不见了 根据邻居描述 几个俄罗斯壮汉抓走了小明 这下隔壁老王炸了锅 找到黑帮大哥了解俄罗斯壮汉的底细 黑帮大哥告诉他 那些人属于俄罗斯黑帮 那是人手一把突击步枪猛的一批 劝他放弃小明不要招惹这些人 隔壁老王一听根本不认怂 找到好友弄来一把狙击枪 对着俄罗斯黑帮老巢 蹲了八天八夜 正好遇到俄罗斯黑帮二把手出门 隔壁老王一枪打包二把手车摊 连续射击解决四季 二把手直接翻车 隔壁老王来到二把手面前 让他交代小明的位置 二把手有些蒙圈 说从来没见过小明 如果小明真的在自己手里 也会杀了小明解气 因为隔壁老王太阴险搞偷袭 如果正面硬刚 隔壁老王肯定当场没气 这可把隔壁老王乐得不行 心想这二把手说的有道理 背后搞偷袭的确有些不地道 于是隔壁老王决定 再去偷袭俄罗斯黑帮大哥 隔壁老王来到酒吧 钻进厕所蹲了八天八夜 终于等到了俄罗斯黑帮大哥的贴身保镖 老王在毛坑里 跟着保镖一顿暴揍 穿上保镖衣服来到酒吧门口 这时俄罗斯黑帮大哥出现 上了车 这边司机一搅地板油 开始往家赶 结果大哥一抬头 感觉今天的保镖属实有些陌生 隔壁老王一看大哥眼神真不错 竟然认出自己不是保镖 当即拔枪对准大哥 司机拔出匕首想反抗 被隔壁老王一枪打传腰子 但司机是个狠人 用最后一口气松开油门 等车停稳后黑帮大哥趁机反击 不得不说大哥战斗力还真是不低 差点让隔壁老王嗝屁 车上打完后 大哥和老王下了车 两人围着车一阵转圈 隔壁老王一个闪现凸脸 用大哥的枪打穿大哥的腿 大哥也是反手一枪打穿老王胳膊 这下老王气得不行 拿出小刀对着大哥就是一刀 大哥的十二指肠直接露了出来 躺在地上失去战斗力 隔壁老王让俄罗斯大哥交出小明 大哥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小明 这下隔壁老王明白了所有事情 是韩国黑帮大哥抓走了小明 嫁祸给俄罗斯黑帮 用隔壁老王的战斗力解决俄罗斯黑帮 隔壁老王得知真相后 一枪崩了俄罗斯大哥 回家爆炸伤口后 隔壁老王来到韩国黑帮大哥的老巢 大哥很嚣张 抬手递给小明一把手枪 说隔壁老王就是杀死小明母亲的凶手 小明一听有些激动 但是压根不敢开枪 隔壁老王也很慌对小明一阵解释 这时导演出了线告诉小明 韩国黑帮大哥就是杀死小明母亲的凶手 小明还是不信 导演拿出剧本让小明自己看 小明看了之后 那是咬碎钢牙转身一枪 打穿韩国黑帮大哥腰子 隔壁老王也迅速开枪 蹦了大哥所有小弟 三个月后 隔壁老王养好了伤 带着小明去了另一个城市 从此隔壁老王带着小明 过上了四处躲避俄罗斯黑帮报复的 无法描述的快乐生活全局中 好了 今天点灯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黄电影后 我们下期再见